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能干城市的人都摸透了人性 做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 识人性懂人性 为什么?因为人性是UV的 人性是叵测的 如果你不理解人性 视察不了人性的变化 又如何做好管理呢? 什么是人性?先给你讲个故事 BBC曾经制作过一个综艺节目 叫Golden Balls 每期节目有四名参赛者 一起参与一个连环的猜谎化游戏 最后剩下的两个对手 共同决出一笔巨额的奖金 重点来了 最后决出的两个对手 会分别面对两个金球 一个写着评分 一个写着全拿 游戏的规则是 1.如果两个人都选评分 则评分奖金 2.如果两个人都选全拿 则全部出局一分都拿不到 3.如果一个人选评分 一个人选全拿 全拿的人拿走全部 显然 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游戏 节目里 每个人都暴露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最常出现的情况 就是一方费尽心机 说服对方一起选择评分 结果自己却偷偷选择了全拿 另一种常见情况 就是大家逢场作戏 承诺会选评分 结果双双选择全拿 两半就伤 谁也拿不到 记得有一期节目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经过多轮比拼之后 最后只剩下了亚布拉罕和尼克 两名参赛者追逐奖金 尼克一上来就不按套路出牌 明确表示自己要选择全拿 但奖金到手后 会私下和亚布拉罕评分 亚布拉罕蒙了 甚至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向尼克反复确认了好几遍 然而尼克十分强势 保持了自己的说法 我绝对会选择全拿 你要么也选全拿 咱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要么你选择相信我 把奖金让给我 我之后和你评分 亚布拉罕说 我是个重视承诺的人 我父亲从小教导我 一个人如果不守信用 就不配为人 我们两个人都选择评分吧 这样皆大欢喜 但是尼克很固执 寸步不让 人表示自己百分之百 会选择全拿 亚布拉罕和无奈 最后只能选择相信 举起了评分的金球 这是对他最有利的选择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尼克的选择也是评分 事后亚布拉罕接受采访 坦言自己根本没见过父亲 他原本的打算是独吞奖金 说那么多只是为了骗尼克 骗他选评分 而从一开始就打算评分奖金的是尼克 可是他虽然想评分奖金 却不能确信 亚布拉罕和自己是一样的想法 因此为了确保对方选择评分 才扮演了恶人 不断强调自己会选择全拿 你看 这就是人性 流动的人性 不变的人性 人性是善变的 人性中的劣根性 却是不变的 很多时候 你全心全意地相信别人的善意 却最终被人欺骗 人性错付 跌得鼻青脸肿 摔得头破血流 所以 别太相信人 要相信人性 做管理 也是如此 佛家认为众生都有所谓的贪 称 吃 三毒 当你越了解人性 你就会发现 人性是优微的 人性中不光有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 贪婪 教重 懒惰 趋利 避害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是人的本能 在不涉及利益得失的时候 所有人都能说得冠冕堂皇 表现得道貌黯然 宽容大度 可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 都会原形毕露 这无关人品 关乎人性 对于管理者而言 识人性 懂人性 管理才算入门 懂人性 你才能驾驭人性 去凝聚人性 激发人的潜力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 尊重 你要视人为人 不要把下属 当成是工作的机器 要把他看成 有血有肉的人 尊重他 平等地看待他 我说句不太中听的话 很多管理者 在上位之后 就有了官影 管位是很大的 这类人在管理团队时 忽视下属感受 手段非常粗暴 总喜欢摆着脸 一本正经说教 然后在下属 微微诺诺的负荷中 获得某种征服欲 没人喜欢被约束 被管理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所以做管理 千万别把自己当爷 更别把下属当孙子 尊重对方 这才是顺应人性 第二个 欣赏 有些管理者 总是看下属不顺眼 总在挑下属的毛病 在他们的眼中 哪哪都是下属的缺点 总觉得下属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根本就一无是处 当你看下属不顺眼 觉得他能力不行 态度也不好时 往往是越看越不顺眼 越看毛病越多 等过一段时间后 他可能就真的越来越差了 相反 如果你真心地欣赏 表扬某个下属时 他可能真的就越来越 出类拔萃 最后成为你期望中的人 所以 作为管理者 你要懂得欣赏下属 要始终对员工 保持期待的态度 第三个 激发 德鲁克说 管理的本质 是激发人的善意和潜能 在我看来 管理者最大的价值 就是激发人的善意 比如 在管理岗位中 你竟生了一个 吹嘘流马的人 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觉得 原来我不用好好干活 只要拍老板的马屁 就能得到晋升了 你看 你的管理行为和动作 都看在了下属的眼里 入到了下属的心里 那这些东西 到底是激发了人性的善呢 还是激发了人性的恶呢 这是很关键的 如何激发下属的潜能和创造力 福克行为模型认为 要驱动一个人 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元素 动机 能力 和提示 对于管理者而言 也可以从这三点着手 一 激发动机 下属不会为你工作 他只会为自己工作 因此 你一定要去了解下属的动机 他在为什么而工作 如果他的动机是为了赚钱 就可以将个人目标和团队目标 结合起来 进行物质激励 如果他想要成长 你就放低姿态 专程地帮助他成长 为他的工作赋予意义感 每个人都有成长进化的本能 挖掘下属需求 激发动机 是每个管理者的责任 二 培养能力 人性中天然有为难的情绪 一件事情如果做起来很困难 很痛苦 就不愿意去做 但是 如果事情简单容易 便乐于去完成 在职场上 一个人焦虑和痛苦的本质 就是能力不足 因此 你要培养下属的能力 对他进行辅导 教给他方法 下属的能力越强 做得越好 他也就更愿意去挑战 更高的目标 获得更大的成就感 三 提示行动 有动机 有能力 如果下属不能克服 人性中的惰性一面 也很难有所作为 所以 你要寻找合适的锚点 提示下属行动 这就要求你做好目标确认 即便是你认为很简单的事情 也要耐心重复 告知下属 确保下属的方向是正确的 你也要做好过程管控 把握住节奏 至最下属的过程 确保他们把时间和资源 用在导人上 将工作落实到位 最后 总结一下 能干成事的人 无非摸透了人性 如何驾驭人性 做好管理 你要视人为人 充分地尊重下属 你要有包容之心 欣赏别人的优点 最后 你要激发下属的善意和潜能 帮助他创造更大的价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拜拜